《月光光彩汪汪,我就问你慌不慌》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讲鬼故事了 胆小的现在就可以离场了 恐怖笔记本 小明晚上去文具店 看中了一本精美的笔记簿 老板阴沉地说道 这个五十元 但是我带了三十元 小明说道 哈哈,不要紧 你拿走 临走的时候,身后传言老板低沉声 这本笔记簿 近期没有回到最后一天 否则会有很恐怖的事情发生 慢慢没想到 小明回到家 将笔记簿放在桌上的时候 一阵风吹开了本簿 一页又一页 小明慌张地想阻止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本簿被风吹到最后一页 她惊慌地发现 上面写着 建议零售价五元 哈哈,开个玩笑啦 大家有没有被吓到 下面来真的咯 胆小的劝退 这是一个关于东东东的鬼故事 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有一个传说 如果寒冤自杀的时候 穿着一身红衣 会变成厉鬼 那天 故事中的女人被男人辜负了 为了报复 女人偷偷留了男的一寸头发 穿着红色的衣服走到楼顶 纵身一跃 留下一书 写着 会回来找这个男人报仇 男人知道之后 怕得吃不好睡不香 每天担心 厉鬼索命的事情 有一天 男的走到路上 碰到一个道士 道士看他硬堂发黑 就告诉他 明晚必有雪光之灾 头七那天 他需要将自己的衣服 放在床上当替身 自己则躲在床下 鸡叫之后 则平安无事 道士告诉男人说 鬼是不能弯腰的 只要他没办法找到你 就会乖乖的回到阴间了 就算你被他找到 也千万记得 不要跟他对到眼 头七那天 男人按着道士说的 把衣服放到床上当替身 躲到床底下 眼睛紧紧的闭着不敢睁开 十二点整 男人听到楼上 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但奇怪的是 这咚咚之声 都是一下一下的 后来 吱压一声 感觉好像门被打开了 随后就听见一个女的说道 找不到 怎么找不到 男人非常害怕 闭着眼睛 啥都不敢看 那咚咚之声 一直在他家 客厅厨房 四处徘徊 许久 声音停到了他的房间门口 你在这里吗 男人屏住呼吸 大气不敢喘 咚咚咚 声音突然停了 感觉上 过了很久很久 都没有再听到任何声音 那男人以为最危险的时候 总算过去了 松了一口气 他睁开因为紧闭而酸涩的眼睛 等他视线变得清楚时 只见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孔 带着满头鲜血和猙獰的微笑 出现在他的面前 但 但那张脸 却是倒置的 一头长发披散在地上 对 鬼虽然不能弯腰 但是女子跳楼而死 可是头朝下 脚朝上 就这样 还找他做命了 咚咚咚 咚咚 原来是鬼用头在走路的声音 啊 我找到你了 我们一起走吧 我们一起走吧 我们拍好了 可以来吧 快来啦 临走的时候 身后传来老板低沉白声 雷本白盖宝 看满毛 翻到嘴后夜 哎你这样我翻不 我录不下去了 你不能笑 ike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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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